流動式廁所就這樣出現在人行道上 仔細看還有三間 大面積佔據人行道 導致民眾經過這裡都需要繞道而行 與車針道相當危險 可以看到對面的空地上 就有樹立廁所的告示牌 原本河川加蓋停車場施工的過程 就是將廁所設置在這 如今完工卻移到人行道上 讓民眾氣得將照片PO上臉書 這樣影響行人用入城的現象 就出現在苗栗縣三億鄉 PO文一出也引來網友紛紛留言 表示要等到行人被撞到 才會重視行人的入城 還而表示要打給公所處理 對此公所則表示 會請廠商盡速將廁所移走 民眾對於這樣的設置也大感不滿 認為不只有愛行人的入圈 又不是很美觀 希望儘快移走 警方也提到目前沒有接到民眾的檢舉 如果公所移回原處 有申請入圈是沒有問題的 若是沒有申請將開罰最高2400元 參與新聞 黃孟真 陳炳豪 賴玉成 苗栗報導